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日在接受希腊媒体采访时表示 乌克兰准备恢复自己的领土完整 此外,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日援引泽连斯基的话报道说 由于俄乌冲突,乌克兰目前所有的港口都已关闭 如果俄罗斯不解除对乌克兰港口的封锁 乌克兰将无法将粮食运送到欧洲和其他地区 世界粮食安全将出现悲剧 当地时间5月2日,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表示 在与俄罗斯的谈判中,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乌克兰不准备妥协的根本性问题 乌克兰将继续战斗,为收复乌克兰全部领土而战 当地时间5月2日,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丹尼洛夫表示 目前乌克兰已经招募了足够的军人,还没有下一阶段动员计划 此前,乌克兰武装部队陆军人事部部长罗曼·戈尔巴赫 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曾表示 在本月24日,总动员令90天期限建满时 乌领导层将会根据前线形式决定是否延长实施总动员 当地时间2月24日,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总统令 宣布全国总动员,为期90天 此外,丹尼洛夫说,乌克兰不可能与俄罗斯签订和平条约 丹尼洛夫强调,战争不会很快结束 转折点还没有到来 但考虑到正在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援助数量 转折必然会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